那這個project叫Data 主要是想要解決的是一些 醫療數據的分享的問題 就是王信堯跟曾毅如老師 他們之前在台灣算是第一個 做出medical AI 計轉在四五年前 然後那時候是國內計轉金最高的 然後後來台灣就賣不太出去model 那這兩個機器學習的學者 其實遇到蠻多的問題在於數據的分享 跟怎麼讓模型去比較永續的開發模型 因為假設有做機器學習的人應該知道 去建一個模型沒有那麼簡單 他其實是要花錢的 而且尤其是有價值的模型 他還需要有足夠多的資料 所以如何把這些醫療的模型 它其實是很好的 可以讓一般民眾可以去使用 但是比較永續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學者單方面不斷的投入自己的時間 跟研究計畫經費 而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永續的架構 所以魏三好像有可能可以提供一個架構 因為資料跟模型其實都可以在鏈上成為數據流的一部分 那再串接這種Token的經流的話 也許就會比較容易 然後這個就是之前的 之前在四五年前台灣第一個就是 王信堯跟曾毅如老師他們的一個實力 他們寄轉的這個叫OneTex 那當初就寄轉給以色列在美國的一家公司叫20N20 然後那時候就是裡面總共有兩萬八千個Case 然後目前已經在美國跟中國都已經有兩萬八千個Case 因為這個模型而受賄 然後創造的市場價值是700K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台灣的醫院還不能用 因為台灣的醫院跟醫學機構 對於這種Medical AI相對來說比較保守 所以這是一個蠻諷刺的啦 然後這邊則是在講說這種醫療的模型 在全世界啊 就像剛剛說的 做一個醫療模型的AI是很貴的 但是通常都是有很大的藥廠啊或什麼 或是像這個Illumina是一個很大的基因定序公司 才有辦法去做 但是其實因為反壟斷法的關係 這種中心化的機構其實也很難去推進這件事情的前進 那所以理論上來說好的資料加上一個AI的話 它是可以創造很大的市場價值 當然也可以讓一般民眾因為這個模型而受賄 因為它的目的在提供醫療上面的一些使用嗎 好 那我們的關鍵問題就是說 中端的使用者如何能參與這個模型開發的過程呢 而且可以去決定他資料的授權 那這件事情就是關於Individual的Data Ownership 還有模型跟資料的Deployment 如何讓他有一個比較透明公開的方式去做這個架構 那衛山也許就是可以提供這件事情 舉一個例來說 也許學者他開發了這個模型 那一般人要使用這個模型就要輸入自己的Data嘛 他不一定要付錢 那他輸入Data的時候可以選擇他資料的授權模式 比如說他的資料他授權願意之後 商業公司可以使用 或者是學者可以使用 然後藉由這個方式來使用這個模型 那在這個架構上面 也許就可以創造一個比較永續的一個機制 好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傳統啊 機構是超級難做到的 比如說一般的醫院 你怎麼讓他讓你就是用一個簡單的前端 然後你輸入 你可以選擇你要刷信用卡 還是決定你資料的ownership 就算他給你這個選項 你也沒辦法確保說他怎麼去處理你的資料 那這件事情就是可以用衛山的一些工具去架構 那另外一方面資料的價格價值他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數值上面的方式去做見價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現在我們有超多去評估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工具是可以放上去的 所以data其實就是把這兩件事情結合 那因為一般人可以參與這種醫療model的過程 所以他理論上來說可以讓這件事情變得更容易 對 那我們目前第一組模型是 也是之前 王信堯醫師跟曾毅如老師他們做的叫心臟血管的一個預測模型 那他用20個數值可以去預測你的心臟血管的一些風險 那我們會先以這個model為例去開放 架在這個platform上面 好 那我們有先架一個簡單的網站 那我們會持續的往前去往這個方向去構建 然後更符合現在醫學資料的一些架構 那有興趣的人就可以進一步再跟我們聯繫跟討論 謝謝大家